这个才是TSA 什么是TSA TSA就是由政府负责统筹的评估 会评估小三、小六和中三学期完结时 和年级全部学生的整体基本能力水平 基本能力是什么?有什么用? 基本能力是课程的一部分 没有课程以外的内容 老师上课的时候已经教了 帮学生打好基础 有了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有没有TSA 学生都需要学的知识和能力 TSA资料用来做什么? 这些资料让学校可以了解 他们学校整体学生的强项和弱项 优化课程和教学方法 让学生更易吸收 而政府可以参考有关的资料 制定支援措施和项目 去帮助学校 令到学生得益 的教学生都是9年的